新北市多区还在进行上次 山陀尔台风的盛口工作 康瑞就来捣乱 市长侯友宜一早灾害应变工作汇报上 除了关心各区准备的情况外 更强调不论是民众还是执行同仁 都要注意自身安全 一早召开的灾害应变工作汇报上 市长侯友宜全神贯注掌握目前状况 更要针对接下来的可能情形提前做好准备 虽然康瑞入境与预报相差无几 但因为山陀尔台风的灾后复原还在进行 因此各项准备工作必须更加严谨 山陀尔台风来袭以后 新北市的复原工作如有如图在做 那同时因为气候的变迁 很多土砂流浅市区 也经过山陀尔台风的破坏以后 我们重新做一个盘点 所以这一次面对康瑞台风 我们更应该借慎恐惧 所以从昨天到现在 我们已经预防性撤离1200灵氏染 尤其在金山 万里 石门 山芝 瑞芳 乌兰 淡水 一淹水的地区 我们做好了预防性的防患 新北市上午仅有陆树倒塌 电线电缆掉落以及积水等灵性案件 但随着台风登陆 案件会增加 市长何友宜再次呼吁民众 做好防台避免出门 沿海长量的发生的机率非常的高 那我特别还是在这里呼吁 没有必要外出的民众就待在家里面 至于山区 海边以及易住灾的地区 市民朋友就不要前往 那随时我们会把台风的整个讯息 来跟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 灾后重建还在进行 又遇到墙台搅局 更加考验市府团队的应变能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